王总 你可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三天没见过谢小秋了 这隔离审查也太过分了吧 就这么大点事 需要调查这么久吗 行政部的人都是干嘛的 再说了 小秋为大家翻译了那么多的资料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今天这聚会竟然不叫他 你们GMF做事 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你三天没有见小秋 是啊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吃饭也不出来 敲门不硬 打电话也不接 门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我去问张总 张总竟然告诉我 不要跟他接触 你说气不气人哪 小秋明显是被冤枉的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还被隔离审查 我真担心 他要是万一想不开怎么办呢 我去看看他 李川哪 他去洗手间了 王总 您回来了 您好 我需要一二零二的备用钥匙 谢小秋是我的翻译 有人说她三天都没有出房间了 所以我很担心 可以给我她的房卡钥匙吗 好的 这是门卡 谢谢 不客气 小秋 您好 请问你认识谢小秋 谢小姐吗 她是我们GMF公司的女翻译 你们公司有三个女的 两个高个的 一个矮个的 你问的是哪一个 矮个的 张曼伟那个 对 有好几天没见了 以前常看到她出来跑步 这几天没见过 好 谢谢 不客气 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差不多这么高的女孩 然后她抢来这边看电影 没有 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大概这么高的女孩 然后她抢来这边吃东西 不好意思 没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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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 好吗 谢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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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喂 小副王 喂 帮总 过来接我一下吧 下 check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minute tua乞严的直戒 小副王 糊犯 帮你去的吧 这下 ass religious歌 闭上一个教材 要不让你去的 也能让你去的 我试着你 如果都请你去的 我试着你 你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是别人把他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 没有饭吃 没有给水喝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就是失踪 先生 您冷静一下 王总 这样 请你立刻派人去寻找 这样吧 您再去四处找找 他的朋友 他的亲属 还有一些他最可能去的地方 您都一个一个问一下 如果到明天还没有一点线索的话 您再来 明天 他是外地人 来这边出差 这里哪有朋友哪有亲戚啊 拜托 如果他被绑架 被抢劫了 被人贩子卖掉了怎么办 再拖下去的话一定会出人命的 您冷静一下先啊 王总 您这样大吵大闹 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帮助好吗 您先回去吧 这样 今天您先回去 您先去找一下 如果还是没有消息的话 您再来 好吗 来 来 来 王总 小心 我说了 我可以的 王总 那个安妮是不是回上海了 他曾经说过 他弟弟会来找他到 有可能 可是我没有他的电话 那现在怎么办 附近已经成两点了 先回去吧 如果他没有回来 我们就在附近找找 好 谢谢啊 小秋 小秋 你去哪里了 你 小秋 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怎么冒船啊 我都想你了 现在到已经三更半夜了 你在外面瞎逛什么 你不怕被人抢被人卖吗 我没有瞎逛啊 我就去了一家酒吧待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打电子游戏了 电子游戏 玩什么电子游戏啊 你出门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跟你说可好玩了 我就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我一看手表 哇塞 都两点了 我就赶紧回来了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三天都不出房间 你觉得是抗疫吗 我 我没有不出门啊 我 我是走 防火楼梯下来的 因为我不想看见GMF 可能他们会说我是间谍 而且你想 像我这么有职业道德的人 我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 给他们添麻烦啊 然后搞爵士抗疫啊 你喝了多少酒 没有喝多少 就喝了几杯而已 还没喝多少 你都站不稳呢 谁说的啊 我站得稳的 这是什么 酒 拿杯子一起喝 你干吗 立川 那是我拿钱买的一百多块 你不能再喝了 跟我回去 不是 我 我 我这样有点饿了 我们去吃小野子吧 去吃吧 不许吃 跟我回去 你干吗 你干吗 我 天凉 少冷 去哪儿 不是 我本来就体弱未虚的 然后刚才冷风一吹吧 我 我 我就更虚了我 以后晚上这么晚 九点以后不能出门 听见啊 知道了啦 进去吧 外面还在 就进去了 我的酒呢 酒还在那里吧 不能再喝酒了 那摸一下耳朵 摸一下 就摸一下 哦 你刚才摸一下 那就摸木子 到底在哪儿 你等一下 走了 你下次再看 我怕是找死吧 你就是有免得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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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 然后把谢灵芸的石油翻了一遍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谢谢啊 倒了算 空瓶子 我再找回收桶 不要再喝酒了 等你生病了 你就会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我知道审查期什么时候结束 麻烦是你自己找的 慢慢地候着 你别好的 不用担心 你们要好吗 那你去做吧 你去去吧 我去吃香蕉Hola 我来带着野霍 我来带着野蕉 我去吃香蕉 有点ה啦 我来带着野蕉 我来带着野蕉 不好意思 可能你还没太搞清楚 我呢不是王丽川的翻译 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有什么分别啊 这不都是GMF的翻译吗 我啊是九通派来的 严格按照职业的工作 张总说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如果呢你想让我跟着王丽川 让张总给我打电话 并且同时通知我的老板萧关 这样说的话你不是故意刁难我吗 是啊 那要怎样 谁啊 我 走啊 来了 那个跟你说正事啊 今天晚上资方酒会你去参加一下 我的审查期结束了 还没有 本来是叫叶景文去的 他突然说今天晚上身体不舒服 立川需要一个翻译 那这么说现在我就是可以和建筑师说话了呗 你一直都是GMF的员工啊 我们并没有停发你的薪水啊 对吧 那么给你十分钟 一会儿车在楼下等你 对了 那个还有一件事 一会儿到了那儿 你替立川挡挡酒 为什么是我挡啊 我是翻译 我喝多了舌头不灵光的 立川她不能沾酒 你又这么能喝 发挥点你强项怕什么 好 行行行别喝了别喝了 留着酒我一喝 小秋这么漂亮去哪儿啊 工作 工作 顾好了 总之够 好吧 又说要 읽我 雷纹 asing 抢 郎才女貌啊 真配啊 你沒去酒會啊 我肚子疼 不行啊 姐姐 Jack 自方的酒會你怎麼沒去啊 他們這次只邀請了 立川跟邵華 居然的設計有頭緒了嗎 還沒有 不過Jack 這陣子別逼立川太緊 因為他最近身體不是很好 一直工作其實都是帶著病的 我逼他 我敢嗎 不過我要說的是 截止日期馬上就要到了 他都不急的嗎 還有什麼閒情參加酒會啊 我覺得其實跟地方上搞好關係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對嗎 也許吧 我們在這裡 啊 內心 她覺得是否最後在這裡 是因為我家的那位 還不然 還能 是在這裡 她是在這裡 她是在這裡 我想說已經試這位 李川啊 小刚 这位是女朋友 您好 我是王总的翻译 安妮 翻译啊 不好意思啊 误会了 李川中文这么好 还需要翻译吗 我的中文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 青莲义气的标 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这么快啊 我知道你刚来温州才几天啊 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 你们呢 完成了吗 我们反复修改 志在必得 看来你们GMF和我们家园国际 会有一场猛烈的交量哦 历史还会再重复一遍吗 谢主任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GMF瑞士总部的 设计总监王立川先生 这位就是我时常跟你提到的 咱们招标办的谢河阳谢主任 谢主任 王总 久闻大名 缘前一面呐 他已经听了这么多 但也没有机会 不敢当 外邦设计师 才书学浅 对博大今生的中华文化特别仰慕 王总过谦了 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瑞士有一位著名的华裔建筑师 王宇航博士 应要到清华去讲学 在陪同人员当中我铁在其末 王先生 你认识他吗 王宇航博士是吗 他是我爷爷 王先生一家是什么时候去的海外 很久以前了 但我爷爷奶奶曾经住在北京 难怪他中文说得这么琉璃啊 不敢当 谢主任 这位是田小刚先生 他是家园国际的设计师 老谢小刚 你们认识啊 我们认识有七八年了 按理说 谢主任应该是我和绍华的学长 没错 我们家园国际在温州有好几个项目 小刚 你应该请王总吃饭 你是温州人 要尽地主制宜啊 那是 那是 谢主任 小刚是本地设计师 GMF是海外兵团 评标的时候不会区别对待吧 怎么会呢 英雄是不论出处的嘛 你放心 竞争是绝对公平的 我们只是希望青年一期能够通过你们的设计 能够成为温州式文化建设的一个地标 怎么样 我们大家赶一杯 好 赶 赶一杯 来 李川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今天这么高兴 你怎么能不喝酒呢 这不给面子呀 来 安宁 我来吧 谢主任 小刚 为了将来的合作 干杯 干 干 干 来 你怎么回事啊 喝那么多酒 不是让我替你喝的吗 谁说的 谁让你替我喝酒的 你的命不值钱吗 都说你滴酒不沾都多少滴了 而且你也不能一口干吧 有人特地的嘱咐 反正那两个人很讨厌了 一直逼你喝酒 我觉得那个田小刚来者不散 我担心他和谢和阳有私下交易 现在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挺大的 而且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如果真的有伪器的事情 一定会曝光的 对了 刚才那个谢主任说了两个什么 生单词 我 我没听到 什么是圆圈一面 然后什么是天才人祸 刚才他说的我不都给你翻译了吗 你解释的我也听不懂 王立川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翻译得很差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 我 我有点走神 曝光的 干嘛啦 小秋 我四年前就跟你说再见了 你为什么还不断地写电邮给我 我也没有写很多封了 没很多 一千五百封 最短三十个字 最多一万两千个字 我那是为了 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日记 因为我觉得 爱呢 就是要和你爱的那个人 和你爱的那样东西 天天地在一起 比如说你喜欢画画 你就想天天拿着画笔 你要是喜欢弹琴 你就想天天地弹 你爱一个人呢 你就愿意为他奉献出 你的幸福 你的理智 你的灵魂 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东西 比你自己的自我 更重要 更庞大 真的 你这样子做很不值得 我对你一点都不好 而且 我不配你这样 专注地对待我 你对我怎么不好了 我不高耳别 我不高耳别 我自自不悔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我们怎么不是同一类人 我是残疾人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遇上了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遇上了一些事情 没关系 立川 其实我真的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 一切以繁殖为目的的爱情 都不是真爱 夫人 我来帮你倒吧 这个很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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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要吃什么东西吗 我再要点水果 好 没关系 小伙子 你的腿 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倒是认识一位很好的外科医生 是车祸 好 给您 谢谢 夫人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GMF的建筑师 王立川 这位是谢小姐 您好 谢小姐 好 这个蛋糕挺好看的 放的什么水果呀 夫人 你站到了 真不好意思 我去帮你洗一下 好好好 谢谢 等我一下 谢谢 谢谢 谢小姐 这位先生看起来 他是很喜欢你的 你没看出来吗 没有吧 你看刚才哦 那个 那个他的身体有些不方便 可是呢 他就不让你代劳 而是亲自去帮我拿吃的东西 不是吗 我 王先生很有自信 也很能干 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 会直接告诉我的 对对对 我呀 见过的人多了 好人坏人 不好不坏的中间人 我都见过 你相信我的眼光吧 他呀 肯定是一个好男人 夫人 您的眼睛 谢谢你 谢谢你 来 来 谢谢你 作为对你的慰劳 谢谢 我呢 姓花 叫花香 是画画的 夫人 您是画国画还是有画 你看我这个老牌 当然是画国画的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好意思 失陪 他可能是过敏了 失陪一下 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好好好 来 谢谢 怎么回事啊 给你纸巾 那个蛋糕有芥末 有芥末你还吃 我怎么知道有芥末 那倒也是 现在好些了吗 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你看看你现在 脸色惨白的 回到上海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痒痒身体 小乔 让它走 拜托 不 不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些 拿什么证明 戒指我扔了 照片我也撕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 难道 我还尽口侮辱你 你才会相信我吗 你们俩怎么躲这儿来了 照片办曾主任在那边 带你去见见 好 走 走 喂 喂 喂 姐 我是小冬 是小冬啊 在哪儿玩呢 姐 我跟肖大哥一起吃饭的 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啊 那个 你跟肖大哥在一起好好玩 然后也别太麻烦他 听到没有 姐 姐 那个 先不说了啊 挂了 喂 喂 小冬 怎么了 我姐一定遇到什么事了 你怎么知道 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说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女孩子嘛就是心事多 不对 我姐天不怕地不怕 除了跟我爸吵架哭过一次以外 从那到现在就没哭过 跟你爸吵架 他这么凶啊 因为他以前的男朋友 她以前的男朋友 你 那 你见过没有 我姐因为那个男朋友跟我爸大吵了架 差点跟我爸断绝了父女关系 不过半年之后她回家探亲 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人 分手了 肯定是分手了 那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不清楚 但我知道那个人很有钱 就连我姐回家过年的时候 她都是坐着飞机的头登舱回去的 我爸说多半是被人家抛弃了 不怕我姐伤心 我什么都没问 你姐可真是受苦如瓶啊 来 吃这个 地道的上海菜 等你回广州就没得吃了 快吃吧 谢谢小大哥 谢谢小大哥 收了 请买 让你垃圾的窗帘 还是投影着你一张脸 傻傻无人的房间 看我从不曾发现 小秋 你已经突然消失 听说这是一种眷恋 不 不 木球体的嘴里边 放着一碟旧心结 那些自立心结 雕刻 我们的昨天 不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拿什么证明 这也怎么扔了 照片尾色 难道我要亲口误误你 你才会相信我吗 那些黑的 白的 山的 浅的照片 都画满温温温动的 近的远的 近的从前 很淡淡誓言 试过境迁 敌不过一句抱歉 那些乐的 悲的 笑的 哭的画面 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说不上什么怀念 只是还没随风 还演 那些黑的 白的 深的 浅的 照片 那些黑的 白的 深的 浅的 照片 多画满我们 懂的 近的 远的 近的 从前 难的誓言 试过境迁 敌不过一句抱歉 那些乐的 飞的 笑的 哭的画面 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王总 这个 是小秋下午买给你的 他这段时间在审查 需要避嫌吗 让我帮他送过来 谢谢 没关系没关系 我先等了 只是从前 从前的 从前 走 喂喂喂 我有点犯糊涂啊 小秋 叶静雯跟安妮 立川到底喜欢哪一个 他脚塌两条船不好吧 这个你都看不出来啊 要不是仗着有人喜欢 谁敢对立川这么凶啊 走吧 请 喂 龚伯吧 复诊人的数据我已经看过了 不太好 骨髓库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啊 您应该劝他马上回苏黎市 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 那边的医生 是最熟悉他的病情的 这个事情爷爷知道吗 我只是婉转地提了一下 他很紧张 所以我没敢说得太严重 立川在温州的工作 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他下个礼拜就可以回去了 那我也可以送一口气了 好 你们有事随时来找我 好的 谢谢啊 昨天晚上怎么样啊 有没有擦出浪漫的火花呀 擦出什么火花啊 立川差一点 一脚就把我踹进坟墓了 其实我现在才明白 我这些日子一直不肯放弃 只是我自己不愿意 接受这个现实吧 什么现实啊 立川他根本就不爱我 这就是现实 而且昨天晚上 他又亲口跟我说了一遍 可是你知道吗 就前天晚上 他一听到你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就立马着急了 他一个人在街上 找了你四个多小时 找不到你啊 就打电话给我 后来还报警了呢 后来啊我遇到了小傅 就是他的司机啊 小傅跟我说 他一个人满大街地跑着找你 找他走也走不动了 也不肯罢休 所以我的结论是 立川他还是爱着你的 烦死了 我本来都准备向前看了 现在怎么办啊 你要往回走啊 哎呀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呢 立川是肯定喜欢你的 可是他肯定不能娶你 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咯 那你说 我跟立川的缘分 是不是已经尽了 小秋 是你的 是你的 就千万别让他跑掉 以前呢 立川远在天边 可是现在 他就近在眼前呢 他也爱你 你也爱他 难未娶女未嫁的 谢小秋 你要是这一次再不抓住他 他一定会溜走的 可是你觉得我还不够努力吗 我对他的坚持都已经到了那种 令我自己都觉得羞愧的程度了 爱情吗 总是要低到尘埃 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笑一下啦 笑一个 你别再喝酒了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喝酒了 我让医生开了些借酒药 你拿着 你的关心我承受不起 借酒药来自不易 你 你要干嘛 这里边这么脏 我告诉你 捞出来我也不会吃的 除非你跳下去 我跳下去姐你就吃 你才不会跳呢 你有那么严重的洁癖 你干嘛你真跳啊 立川你下来 下来 你真跳啊 摔到没有了 你小心小心 慢一点啊 快手给我 小心 小心小心 你现在就给我吃 你吃还不行吗 一气两瓶 你还真跳啊 你脑子快掉了 吃 我现在就吃 吃了 快 我要帮你上来 等一下 你先跟我发誓 你见酒了我就上来 我发誓 我发誓 我和谢小秋终身借酒 如果借不掉的话 我就 就就就那个五雷轰顶 天珠地面 好了吧 快起来了 你把你的围巾伸给我 围巾 这围巾干嘛 给 你你你你手流血了 那我突然就上来 不行 对 怎么了 我带你去医院 快手给我 一 不行 你拉不动我的 你怎么了 你去找伦内 叫她来帮我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哥 好 那你在这等我一下 人队 快 你去一下 立川的手受伤了 受伤了 在哪儿啊 跟我来 立川 怎么了 手到哪儿了 在这手上 快出来 来 来 把他拉下来 自己去点力气 我扶一点啊 你扶住她了吗 我扶住了 快要去推 你去 来 明知 走 带你去医院 小车 你先回房间吧 怎么了 我马上陪你去医院 咱们快点去啊 来吧 她有冤血症 我找不到 那 你怎么办啊 我自己陪她 快点 我先送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的 那我扶你 好 小秋 我说你回房间 你说呢 她 她 她自己去了 她让我照顾你 说你有冤血症 那我们得陪她去医院啊 小秋 不行不行 她能够照顾自己的好吗 那万一她出什么情况呢 你知道她去了哪家医院吗 不知道 护士 这样吃 对对对 我知道 谢谢 霓川 怎么样 严不严重啊 不严重 一点刮伤而已 你是平穴吧 血线的止住没有 嗯 那怎么还坐在这里啊 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刚刚找不到电梯 外科在楼上 我上上下下的 头有点晕 头晕的话就歇一下 好吗 我没事 走吧 哎哎哎哎 你不是头晕吗 头晕歇一下好了 我去给你买点水好不好 嗯 不用了 这次都是我不好 以后我再也不胡闹了 不要睡觉 嗯 我保证 你脸色看上去还是不太好 要不然我们再去看一下医生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想先回去早点休息 哎 哎 立川我正要找你呢 哎 手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受伤了 小伤 有没有去医院 去了 老婆 刚回来 你别跟我说你只看了普通医生啊 我去看砖科了 没记转 我昨天晚上给你那个图 需要改几个地方 不是 我 安妮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她的手会受伤吗 是不是你没有吵架了 吵架 这 这 不是 是这样的 我 我刚才一直和立川在一起 我们 当时在停车场里 然后小球来了 嗯 然后来了个 一个 兔子 兔子 对 然后 对 是一只 很可爱 毛组绒的兔子 然后她突然又跳到那个 花盆里 对 然后突然又飞到那 不是 又跳到马路上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立川就想抓住她 结果就来了一辆车 什么 什么 立川被一辆车撞了 你怎么被车撞了 不是 是一个装垃圾的车 垃圾车 你被卡车撞了 啊 没事吧 没有被车撞 我在说什么呢 是这样 你们没听懂 是一个装垃圾的车 然后来了一阵风 结果垃圾就 就 掉下来到 所以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我没有被车撞 也没有被卡车撞 我没事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还要画图呢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立川 你真的没事啊 我一 不是说成这样了 对了 听说今天晚上有台风啊 台风 真的是假的 急急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撤啊 被骗的感受不好玩吧 小邱 委内 进来吧 原内 这边坐 小邱 这个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 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是立川家的一个博物馆 是立川的成名座 还多块大奖呢 真好看 小邱 有 立川 立川 不是故意要得罪你的 其实你知道事情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得罪我 你自己问他呀 他根本就不愿意说 那 我也不方便讲 我其实想问你 我其实想问你 立川本来要回瑞士的结果 突然决定要留下来 这事和你有关吗 有 因为我把他护照死了 这么厉害啊 不过 他真的必须回瑞士 为什么 你要是为他好的话 你就让他回瑞士 你可以去看他 我出几票钱 你住在我家 你想住多久都行 我可以劝他回去 但是我必须要知道 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你 这个 属于 立川的隐私吧 立川是一个特别顽固的人 要是我告诉你的话 他会和我绝交的 他一直都有贫穴吗 很久了 很严重 不太严重 小事 那车祸呢 什么车祸 就是关于他的腿啊 那个 特别严重 那时候 差点死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十七岁吧 后来呢 什么后来呀 我是指四年前 他为什么突然又从上海离开 是因为家庭危机呢 还是因为经济危机 应该就是 正常的工作调动吧 瑞妮你也跟他一起骗我 对不对 小秋 我说 疾病是社交的大忌 我们尽量去避免它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在现在这种你争我夺的社会里 谁也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 尤其是个男人 他有跟你提起过我对不对 好多次 我还看过你照片呢 你成人的时候 发了一张在Email里 小秋 你来苏黎世吧 好吗 我家离立川家真的特别近 咱们可以一起去滑雪 你知道吗 她一条腿滑得比两条腿的人还好 不用了 立川她说 我们已经结束了 她说她现在喜欢的人是Janet Janet Janet 怎么可能 有误会 什么误会 我别的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清楚 那就是 立川一直喜欢的那个人 是你 你不要找我 我先走了 你快乐 好吗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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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 然后把谢灵运的室友翻了一遍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怎么样 好 好 你说田小刚如果看见这个 会不会一口血喷出来 不会 要跟着我裤子 对了 还有三十分钟的 那个镜交产数胡来写 写完之后交给叶静雯去翻译一下 我已经写好了 我应用很多谢小秋翻译的资料 给他弄吧 会比较快一些 可是 立川 你都忙了三个通宵了 快回去休息 剩下交给我们 好吧 那我的事情都做完了 你们再辛苦一点 要记得明年十点钟准时交标 好 休息吧 这一块啊 在这儿呢 你看上面还是不错的 GMF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进展哪 各种办法都想过了 不过 从我你穿的房间里面通宵达旦这一点来看 应该还没有改完 听说他们找了一个景观设计师 对 对 你这是啊 从杂志上见过啊 他们一起设计的一家酒店 刚得了一个设计大奖 那得大奖是过去的事就看这次了 离截止期应该没几天了 到时候交不出图 他们可就自动期权了 我怎么感觉 他们是能交出来的 不会那么顺吧 万一发生点别的意外呢 我是说万一啊 强小期负尿 群众 你如何误会 我 ripple上一个简单 我让你应该不是 我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样 干嘛呢 辛苦了 早安 乖乖乖乖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你知道 怎么只有你啊 立川呢 可能再睡吧 好 锦标阐述的一稿我已经收到了 我觉得立川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来熟悉一下上面的中文 这样吧 让安妮一块来 反正答辩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翻译的嘛 我反对 安妮现在有泄密的嫌疑 我觉得她应该受到严格监控的 所以呢 我让她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看她还能使出什么花招来 你通知一下安妮 让她准备一下 好 那我去叫立川 不用了 反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让她再睡会儿 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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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李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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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李帅 几点啊 不是三天限时十点 现在已经九点二十了 大家都等你呢 起来吧 怎么闹总没响 可你想过了 你怎么那么烫啊 发烧了是吧 杜书 不要测一下 没事 没事 测一下 测一下 三十九度七 走 去医院 不用了 表演我再去 我可以顶着做 别管她了好吗 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现在不去表演 我们就会被取消资格了 你懂吗 大家的心口都白费了 张绍华可以替你的吗 还不及啊 我说我的证明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她造成念的话 她是不会用的 更别说回答问题 李帅 我说过几次了 你的命比表演要重要啊 你的楼下等了 我马上来 去啊 这是你讲稿的译文 你看一下 有些地方我标了拼啊 然后那些黄色的标记部分 是专有名词 你要注意一点 谢谢啊 为什么还觉得这么困难 要不要到前面停一下 给你买杯咖啡啊 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咖啡 她正在发烧呢 李帅 你觉得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 我没事 咳嗽啦 坐车了 坐车了 没事吧你 没事吧你 我都已经刹车了 这不是故意吗 那你们赶紧叫救护车吧 这是我的名片 苏黎有个花钱块 你先收拾好吗 有事打我电话 我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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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突然穿过来了 她红楼碎才这样 姬春 你也不让你 姬春 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就好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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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抓她 过来 过来 别抓 给你拿这个 这里有点危险 快走 别跑 别跑 对啊 巧妮 巧妮 快帮我拦住她 我说你了 快醒醒 干什么 干什么 她欺负人哪 到底怎么样了 放心吧 天总 估计他们现在正躲在什么地方哭呢 曾主任 GMF的人到了吗 没有 就叫他们了 曾主任 您可得拔好这个关哪 按照规定 迟到了 这个标就作废了 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啊 还有两分钟吧 还有一分三十秒 GMF上海分部交标 曾主任 这个标应该无效 按照规定 必须是公司法人代表亲自送标 她是GMF的法人代表吗 我是GMF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工作证 工作人员可以地标 但是必须有法人签字 字已经签了 小姐手续合格 谢谢你 辛苦了啊 先休息休息吧 谢谢啊 把这个拆开一下 你来登记一下就好了 好的 曾主任 这是我们补交的一份书面书名 你们要求将投标底价 下降百分之五 正是 好 我把它和投标计划放在一起 好的 好的 喂 王总 标书已经送到了 对 刚好赶上 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好好好 那你们赶紧过来吧 嗯 再见 总而言之 我们的设计 它延续了温州 作为历史名称的文化领域 我们追求的是 帝王般的典雅的效果 用次第的飞檐 来体现音乐的节奏 用倾斜的墙面 来增加动态的美感 这将是一座 设施齐全 功能先进 超豪华的 现代化文化娱乐中心 好了 我们就田先生 刚才向大家介绍的 那个建筑方案呢 我们在座的评委 可以自由提问 好 请问田设计师 你对这个外墙面的设计 是怎么考虑的 谢小姐 他们现在到了吗 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你们终于到了 路上遇到点事 好 赶紧准备吧 祝你们好运啊 王总 那我先去准备了 小丑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呢 我没事 他们只是想拦住我们的标 好 时间一过了 他们就都跑了 还好 你跑得真快 跑得一向很快 我要是想追谁的 鞋都逃不掉 你一定一个晚上没有睡了 这里没事了 你可以先走了 干吗 不想让我参加你的演讲 太优秀了 怕你吓到 小样 GMF一贯推崇持久 保持的建筑风格 我们的设计 忠实于结构的合理 与多样化 并与当地文化鲜明地结合在一起 不再装饰性的部位 表现短瘦的后现代品味 也不靠营造激情来打动观众 在设计理念中 我们融入了道家返璞贵真的思想 并在山水师的意境中 寻求中华古典精神的再现 非常精彩的陈述 非常精彩的陈述啊 下面是在座的平委提问的时间 请问王先生 这温州地处沿海 夏季多发太风 台风登陆的最大风速达每秒68米 同时还伴有暴雨 对剧院的外墙防水工程 将是严峻的考验 如果发生渗水 剧院的机械灯光 还有音响设备都会出现问题 请你谈一下 方案中外墙面是如何抵御灾害性天气的 好吗 谢谢方教授的提问 传统木墙 墙面的自身仿色 是依靠材质本身 以及密封胶来实现的 密封胶有使用能性 会产生老化 连接部件是金水会生锈 节能效果也不理想 GMF的方案 采用的是直立所编的木墙体系 刚度 强度 劳度 以及防水抗风性的 都很适应复杂的建筑外形 和多变的影海性气候 像大家熟悉的Sydney Upper House 为了抵御台风 整个建筑外形采用了氮壳型 而我们采用的是 具有同样效果的和软型 王先生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 你采用的这种大型的钢结构设计 会增加现场吊装的困难 我看了一下地图啊 项目现场的道路宽度不到八米 作业范围非常小 会不会构建制作好后就未有问题 谢谢提醒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问 我已经找施工单位仔细论证过了 吊装是可行的 到时候我会要求施工单位做一个具体的吊装方案 从构建的种类到吊车的选择到拼装的程序都会有详细说明 并附有何载计算 王先生 请问你设计的剧院也就是这个鹅卵型的建筑 究竟体现了怎样的道家思想和山水精神 谢谢平文先生 这个方案是我在细读东晋山水诗 谢灵运的诗歌中找到的灵感 谢灵运 我听说王先生是在海外长大的 谢灵运的诗是以用词考究 医运精深著唱 一般人很难理解 请问究竟是哪一首诗给你带来灵感 诸位不要奸吓 我是一个外邦人 我正在努力学习中文 但是我的中文水平 的确还没有达到可以全面领会古典诗歌的身体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的设计 我请了我的翻译 谢小姐来帮我收集 以及翻译这些诗歌 相信我 谢灵运的诗 如果是用英文来读的话 也是很优美 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白零封在海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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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句诗很适合温州的地理状态 而它的优美的意境直接启发了我的设计 请原谅我的英文不好 这一句的原文是什么 这一句的原文我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还是请我的翻译 谢小姐来告诉大家 王先生刚才念的诗呢 是出自于谢灵运的过世民述 原句是 白雲抱幽石 绿笑内青零 谢谢 谢谢谢小姐 我所设计的正是一块这样的优势 灰色光滑的表面 可以倒映天空的云头 机体线 白雲抱幽石的诗剑 又与青莲山庄的名称 遥相呼应 同时也是对谢灵运这位在温州写出的 池塘深春潮 原了变明积 这样的诗人表示惊悦 你这么紧张啊 你这么紧张啊 不至于吧 哪里 据我所知 你们GMF的钱袋子呢 早就已经是装得满满的了 不要这么贪心嘛 也留口饭 让别人吃 天总 你会没饭吃吗 实在不行 你还会抢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明白 你应该明白 什么叫做新知肚明吧 我说的没错吧 不要这么自负了 不要这么自负了 告诉你吧 我们的报价比你们低出了十个百分点 我们各事物超所知 那我们走着瞧 那我们走着瞧 王总 王总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评委投票一致同意了GMF设计方案 祝贺你们啊 谢谢 王总 去过南西吗 没去过 我生长在南西的贺阳古镇 是谢灵运的后人 所以说对你们的设计倍感亲切 当然了 我不是评委 我也不可能左右专家的意见 不过老实讲啊 通过你这次的设计啊 我的确感受到了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和它所产生的巨大美丽 谢谢谢主任 我也是中华的后人 对祖先的文化也是非常骄傲 但是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是我们的团队一起努力得来的结果 是啊 对了 感谢你在上周的晚宴照顾我的母亲 她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 您的母亲 家母姓花 是美院退休教授 谢谢你 谢谢你 要作为对你的慰劳 谢谢您 我呢 姓花 叫花霄 是画画的 家母呢 擅长牡丹 这幅画是她亲手画的 而且 妥一定要转交给你 谢谢 我一定会带回家生收藏的 对了 我还得回去和评委们讨论一下 招标的方案问题 我就失陪了 好 再见 再见 李川 你应该怎么谢我啊 我帮你当了好几天的会图师呢 李川 李川 我真的不行了 我先回去休息 好 马上走 马上走 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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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慢点 这儿 现在我宣布 GMF对于安妮的调查结束 并没有发现任何泄密的证据 安妮 由于你的翻译 启发了李川的设计 所以公司决定 给你一笔特别的奖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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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恭喜啊 谢谢张子 男人公司也并没有忘了大家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 公司特意在附近的度假村 安排了一周的豪华假期 所以明早出发 给大家回去收拾行李 尽情投欢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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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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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杰克 这下放心了吧 我的工作完成了 今天晚上回上海 怎么那么着急啊 跟我们一块玩了两天 好意心灵了 上海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的 你们玩得高兴 好 来 小秋 恭喜恢复名誉了 你说说 这奖金怎么花 花什么呀 我爸生命的那个时候 我还欠立川很多钱 还有好大一个哭噜没有贴 好 傻瓜 立川又不在乎这个钱 他是不在乎啊 但是我在乎 我不想欠他的 我觉得 立川心里还是有你的 你看这次评标会 特地把你请来 当着大家的命谢谢你 多给面子啊 那 那个他本来就是谢我的 那个诗是我在审查期间 专门给他弄的翻译 还配了彩图 不过他幸亏看了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我卵食了 真的 这就叫心心相应吧 小秋 这次度假呀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想个办法 把它给拿下 拿下 对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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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几川 来了 进来 怎么样 他好些没有 在医院的时候 本来烧已经退了 现在又烧起来了 不行啊 这一定要去医院的 他不肯去呀 这样吧 我想这几天 你一直在通宵感图 要不这里让我来 你去休息一下 你行吗 你不记得我学过医啊 再差也比你强吧 知道是 对 那些药呢 都放在那个床头柜里面 有什么需要你再打给我 好 好的 好 好 麻烦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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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川 怎么样 我记得以前呢 你生病的时候 你说最喜欢我摸着你的头 你说这样你就会好起来了 小车 我现在就还好起来 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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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